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夕陽,28house找樓app,贊助伯昌 有没有想过做开赛马博彩的马会 有一天会发展私人住宅,进身做地产商呢? 市园马会在泡马地一幅用来做看落设施的地皮 两个月之前获批起楼,但是马会一直没有公开介绍项目 引起市场传测会怎样发展? 楼市疲弱,发展商出力散货之制 蔡马会似乎有意进军楼市 根据屋域署资料,6月批出的12份建筑图籍当中 由马会持有在跑马地山光道48号的体育综合大楼 获批重建为3栋21层高的住宅大厦 和一栋两层高的回所设施,涉及超过48万呎 承规会资料显示地皮指1933年批出给马会 然后在1981年承规会批准改划做住宅用途 但是马会在1988年将有关用地发展做体育综合大楼 并且一直获批临时规划许可 直至2021年再申请逐期的时候 承规会只是批出3年许可,而不是申请的5年 马会发言人说,近年承规会认为应该积极落实用地 作为住宅用途的原意 马会在今年为地皮用途申请逐期的时候 承诺会发展为住宅项目,详情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合市场估算,项目每尺楼面地价大约9000元至15000元 总价值是大约43亿至72亿 有测量师认为地皮位置优质 唯一担心是车位不足的问题 亦都未知会不会保留做员工宿舍 另外有发展商因应业务策略放弃纯住宅发展 华贸在青龙头豪景花园商场旁边的空置地皮 两年前已经获批起私楼 集团最新向承规会申请 改造长者住宅和安劳院舍等设施 建议提高地积比率 兴建一栋16层高的住宅 提供112伙最多320个安劳院床位 总楼面超过20万呎 楼市气氛回落加上银行 收紧按揭的审批 特别是针对一些内地客 导致这批买家入市的步伐放慢 中原统计显示 上个月普通话拼音买家的注册量 跌到723宗 创了5个月新低 比4月份的高峰期2280宗 回落接近七成 成交的金额亦都跌到不够80亿 而这700多宗的成交当中 有六成半属于二手买卖 反映住同期新盘销售放慢 令到内地客主要在二手市场上找盘 而今年头七个月计 普通话拼音买家入市的数字 累计有6,840宗 涉及的资金超过783亿 有四成人都是买楼价700万以下的住宅 而买5000万以上的豪宅 只是占1.8% 内地客来到买家的高峰期过去 不代表他们的居住需求减少 只是留去了租务市场上 继续推高租金的升幅 暑假的传统租务旺季临近尾声 仍然有不少来到香港做事 和升学的内地客租楼居住 大动租金做好 尤其是交通方便的铁路盘 其中黄竹坑站进环 一个中层开放式单位 实用面积大约290尺 国内地专裁以月租18,000元成租 赤租大约62元 创同类型单位新高 业主今年4月以大约655万元买入单位 租务回报大约3.3厘 同样租金的话 如果选择新界区可以住得松动一点 有内地新日前以月租18,000元 成租将军澳新都城一旗 一座低层地室 面积420尺的两房单位 实用尺租大约42.8 也创同类单位新高 业主在2017年以580万买入单位 租务回报3.7厘 另外有内地家庭客为了方便子女升学 举家搬去大埔白石角 例子有日龙湾二旗 七座中层B室 面积1699尺的四房单位 业主开价月租6万元 内地家庭客零以价成租 赤租35.3 单位是业主在2015年 以2,800多万买入 租金回报借2.5厘 而根据美联早前统计 上个月施楼平均赤租大约37.4 年升5个月 并且创超过4年半新高 只要再升超过2% 就会打破2019年7月的历史高位 第二转发 必须 异购 所以 收尊